端午节将近 县长为民谷关心 猪价行情及供应情况 11日前往西湖镇肉品市场视察 除了了解肉品市场经营现况外 也到拍卖县场了解市场行情 宣示县府力求稳定端节肉价 让县民开心过端午 端午节要搞了 所以我们端节虎都要摆肉脏 所以对豬肉的訴求越来越多 越来越重 所以我们要管政府 为了要稳定豬肉的计划 要求我们肉品市场 一天还要增加700吃的 1千700吃 增加700吃 刚才2千400吃的 地的范围的量 希望端午节这段时间 这个豬肉都没缺乏 这个价格可以稳定 来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困力 我们肉品市场在端午节前 整体的一个拍卖量 它会随着端午节前而增加 这一点我们绝对是可以满足 我们的民生的一个需求 那另外我们彰化线 我们彰化线这种在推展我们彰化线的一个健康猪肉 那我们在这里呼吁我们整体的一个彰化的县民 绝对能够吃到我们彰化线这种标榜的彰化健康猪肉 也就是说我们在消费节前我们所吃到的猪肉 原则上我们可以放心的去买去吃 因应端午节包粽子主要材料的需求量增加 为满足消费者需求 县府将持续监控市场猪肉价格 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彰化线肉品市场目前正执行 彰化健康猪肉产品计划 提升优质农产品强化竞争能量 务必让县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公益频道许世昌西湖采访报道